搜罗世界新奇 加世界金收眼底 这里是一度科技 我是静静 穷荒绝末鸟不飞 万气千山梦游览 说到沙漠 那绝对是一个让人敬畏的地方 要想在沙漠里种植粮食 那更是难上加难 知处沙漠附近的迪拜 便是如此 虽然被誉为奢侈之都 但是粮食问题仍然是他们的心腹大患 而最近迪拜却迎来了举国欢庆的好消息 因为迪拜的粮食问题即将被彻底解决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人 那就是当代神农袁隆平 近日 袁隆平团队宣布 沙漠种植水稻获得成功 最高亩产达到500公斤 再创世界纪录 消息一出 世界各国都感到震撼 这一世界难题被中国彻底解决 此次实验室 袁隆平受迪拜酋长私人投资办公室邀请和委托 在当地热带沙漠开展水稻实验种植 大家都知道 迪拜因为身处沙漠 昼夜温差可达30度 而且淡水资源全靠海水淡化 十分宝贵 想要在这里种植水稻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天方夜谭那是外国人眼里的 袁隆平老先生凭借着自己的海水水稻技术 以及四两改为灌溉技术 成功将此难题突破 仅仅用了5个月 而且为了彻底对沙漠进行改善 此次沙漠水稻种植还采用了持续循环发展策略 只要连续种植水稻三年以上 土壤中的有机含量便会快速升高 而且还能形成团力结构 从而对沙漠进行彻底改善 为以后其他植物及农作物的种植打下基础 如今袁隆平老先生已经88了 他的一辈子都给了水稻 而水稻却养活了我们一辈子 在此 祝愿袁老先生身体健康 向您致敬 你们有什么想对袁隆平老先生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好了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了解更多的科技资讯 请关注一度科技 咱们下期见